記得沙漠玩樂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NASCAR 今次這條影片會和大家看這個Napsica鐵路樂聖加分部 第二季第十六集 除了上一集做不到的行車片段 現在這集會做到 亦都會和大家講解第二季第十六集的車站 很多人會說 我們在東環線完環線在東邊 我們接下來會做些什麼呢? 我之前在德沙嶺站和大家聊過 就是會把這個球場 即是5號的橫跨東面和西面的路線 就會駁過去東邊的德沙嶺 因為除了球場線去了德沙嶺之外 我們亦都會去近東的閘口站 大家知道近西是一個 我們除了西面之外 東面也終於有一個閘口站 我們中間是會途經六個站 即是這個球場線 即是在這一集會多六個 其實會多六個新站 由華沙站向東面出發 就會多六個 第一個是寧安 然後就是援州湖 密湖北 然後就是青順角 葵線谷 接著我們就會去到德沙嶺站 就會跟這個球場 不是 是跟東環線做轉成 我們就會去多一個站 就是近東的閘口站 與此同時大家都知道 自從這個Bravo線 取代了Echo線成為球場線在樂盛加東面的特快之後 現在我們這一集 它都會跟著延伸 Bravo線 亦都會跟著 由華沙站出發 就會去袁州湖 德沙嶺和近東這三個站 那我們就開始看一輛車 我們現在去華沙站 華沙站就跟大家介紹過 有沒有記錯 那我們就坐車 我們下一站就是寧安 列車即將開出 這輛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看看這影片 可不可以在半小時內介紹完 因為我時間都幾緊張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Harrison 欢迎乘搭球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近東 Welcome to the stadium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inter-orient 下一站 寧安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Kelm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大家可以見到寧安站 就在納鐵 在這麼多個車站裡面 改名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站 大家知道寧安這個字 就是寧字 可能大家通常會想到寧靜的寧 但我這次這個寧就是用了 上面是用功頭 中間有個心 下面是用圖的用 這個意思其實是解這個 是叫做心靈上的寧靜來的 層次是深一層的 即是spiritual的 就不只是physical那麼簡單的 對了 還個快刀就這樣了 那英文呢 請站在黃線後面等候 英文大家都見到 那個Calmen這個字 就特別這樣串的 那它的串法就是CAL 列車即將開出E 但是這個就不是真的E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其實它是有一個essence在這裡 那這個就 呃 但這個大家不用擔心的 因為大家在第二個地方都見過這個音的 就是咖啡店了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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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個寫法的 那照版主碗 這個都是讀 這個所以就要這樣讀Calme 如果不是的話呢 如果沒有那個essence的話 那些人就會到我做Calm的了 就說叫Calme 變了做 不知道什麼叫Calme 不是 是Calme 所以要加一個讀音上去 對了 那那裏呢 就寧安那個站 上去月台給你看看 這裏其實有四個月台 那這裏有一個是Bravo線的 備用月台 不停站的 即是呢 如果你搭Bravo線的話 那些車是會高速駛過的 對了 所以這裏呢 啊 用月台閘門 是啊 因為江玉華那三個站 就是江角玉樹華沙那三個站 就是用幕門的 其餘的地方都會用回閘門的 就是 除了德沙領之外 還有近東 對了 那兩個不算 但是中間的站都是用回 月台自動閘門 或者自動月台閘門 簡稱月台閘門 即是Basic我們的Basic月台閘門 加高版 隨便 那這裏呢 就是個大堂 比較闊 中間有些柱子 免得被人家說 這個承托力不夠 雖然這裏是Minecraft 對了 那 廁所呢 就在大堂的東邊 不是這裏 是有少少人潮館 這裏所有的手機都是這樣放 對了 那這裏就是男廁女廁 那我男仔呢 當然是人男廁 這裏男廁特別大 對了 Queen size 不是King size的 隨便 對了 那當然啦 無障礙設施 這裏怎麼都放回個 好 好像是 應該說 一些專用閘機 不是批鬥 因為有時候我都會用的 對了 批鬥座不敢坐 但是批鬥閘機我經常用 那我就批鬥我的 隨便 你們坐地鐵的時候都無所謂 這個東西都 對了 有閘就用的 好 這個大致上呢 就是零安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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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堂那樣 對了 車站好小小在另一邊 這樣 對了 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還有幾個站要講 這裡有幾多 對了 大家都會見到 那我就集中 就會把球場線在華沙東面的新車站 都盡量就用 江角玉樹華沙那類的起發 就是 你看到是會有一些 白色的裙邊 我忘記了叫什麼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好那我們現在出發去下一個站 就是圓州湖了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球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近東 Welcome to the stadium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Inter's Orient 下一站 圓州湖 乘客可以轉成Bravo線 或Kilo線 Next Station Pi Lake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Bravo Line and Kilo Line 大家 不用理會Kilo Line那邊自己 因為現在我在 第二季第17集的建造圖中 所以廣播那裡也是更新 去了有Kilo線 但現在是沒有的 大家就只要記住 有Bravo線就可以了 即是現在你們看到樓上那兩條橋 就是Bravo線的路軌 即是橋樑和路軌 但是就算是沒有Kilo線的時候 在圓州湖站起的時候 已經建造了Kilo線的月台 所以待會介紹的時候 都會給大家看回的 快到了圓州湖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三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往近東 那邊又往近西 不過大家小心點看 因為就是一字之差 東面和西面 一個上行一個下行 OK 這裡就有兩層月台 另一層在樓上 這個就是圓州湖站 圓州湖站的名字是怎樣 就是你看到小地圖 右上角那裡 原本沒有站的時候就清楚一點 現在有站都還看到一點 就是你看到一個打橫的河流 下面兩個的湖樸在這裡 形成出來就有一點 圓州率的希臘字母派 我覺得有點像 所以我就拿了這個位置 叫圓州湖 就是這樣的 讓大家看看上面 BRAFO線的月台是怎樣 不過我們這一集的介紹 就未必會介紹 BRAFO線的行車 因為其實 都是跟球場線重疊的 當然當然要講一下球場線 BRAFO線那裡 大家可以遲些回答 或者等我將來拍的 純行車片段 就可以自己回答 這裡就是BRAFO線 一邊去近東 另一邊去愛德華洲 對 愛德華洲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 第二季第16集的角度介紹 月台大廁上的設計 都是差不多 但是上層月台的頭尾 那部分 就是東西端那部分 是會用天窗 採納多一點的自然光 不過現在就好像下雨 天氣不太好 這樣看不到太陽就有點失落 不要緊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下面的 Kilo線的月台 其實除了Kilo線月台之外 在 因為我答應了一些人 就是一些乘客 就是由這個 這一集裡面 由玄洲湖站開始 我都會建一些納鐵的商店 所以我在Kilo線月台 和這個大堂中間 我就建多了一層 就是一個商店 或者是地下大堂 商店的流程 所以你看到有些商店 不過他們很喜歡 就拿我的牌去玩 不知為什麼 不過我無所謂 任由他們去玩 我真的無所謂 對 下面這個就是Kilo線的月台 就是再下一層 對 這個位置就是Kilo線月台的預留部分 但是因為就未真正開通 所以月台釣板 就只是寫了它那個 警告字牌 和月台號碼那麼多 還有顏色給你看一下 就是釣人 啊 誰這麼有空和我開了門 就關上它 OK 這裡中間還有一部升降機 可以直達去大堂 不過我們就沒有那麼多流程可以做到 就是上到去 所以我們靠另一部升降機 就上球場線這邊 對了 搞定了這個玄洲湖 計算完玄洲湖之後 我們繼續向近東的方向出發 下一個站就是和大家介紹 就是蜜湖北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球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近東 歡迎乘搭球場線 Welcome to the stadium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inter-orient 下一站 蜜湖北 Next Station Silk Point North 嘩 這個字其實不容易搞的 對了中間 在玄洲湖和蜜湖北中間 有一個路段 是一個八線並行的路段 就是你看到這個位置 是有八條老鬼的 12345678 你真的不知道哪條打哪條 不過你放心 我自己如果畫開老鬼配置圖 我都很清楚自己做了什麼 大家放心 對了 中間1357 就是 不是1357 總之是 中間 梅花間竹 就是 中間就是Bravo線 那我們現在 左右兩邊就是球場線 說起到了 對 因為這一集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原因 是令到 為什麼我 在這一集裡面 起的站是特別密的 就是因為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對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去到 近東 我想近東 有兩個里程碑 第一 就是球場線 可以去到 又是東邊的 20公里 好像近西 20公里 第二 就是近東 閘口站 就會是納鐵 第二百個 在樂盛加裡面 第二百個 樂城的車站 對了 這裡就是第一百九十 忘記了 對了 我沒有特別記 這個就是密湖北站 設計上 就會融合了這個球場線 在樂盛加東邊 即是玉環這邊的風格 還有這個 密湖那個 密湖景和密湖那邊 即是東環線那邊的風格 你看到這裡 月台特別闊 其實也有一個原因在這裡 其實 剛才大家看到 就是 BRAFO線 不會停這個站 所以 那我就 特意設計了 BRAFO線 就會在這個站的下面經過 那 就因為這樣 就令到 它上面 這個球場市的月台 就特別闊 即是都好像有20米闊 即是人家好像 將整架 整架列車打橫躺在這裡 都還有一點點位置 對了 這個位置 那下面這裡 就是大堂 那其實 我就 除了剛剛我說過的方面之外 就是中間有一個 甲層比RAFO線的路軌經過之外 其實 我就 這個站 我都是用回這個 傳統的高架站 就是 至少叫NR的傳統高架站 對了 這樣 當然 我都說過了 車站、控制室和廁所 兩邊 不過就在集區外面 所以 所有人都用得 雖然 大家入閘都不用特別付錢 對了 這個免費的 當然 有些店鋪 不過 覓湖北和青春角 那兩個站 就是這兩個站 那些店鋪比較少人 少人要 說回宣傳 可以 可以 借店鋪 將來你可以找回我 當然 等回整件事 當然 等回NR可以重新 完全對我開放的情況下 去 去用 去 這樣 對面就是廁所 剛剛講起 有人曾經跟我說過 覓湖景 覓湖和覓湖北 在地圖上 比較難 比較難 界定它的實質位置 這個其實我自己 都覺得有點遺憾 是因為 球場線在這邊 發展那個站的密度 和東環線的密度 和那個方向 其實就是限制了我畫地圖的樣子 那個站的數目 兩邊都很不同 其實都是盡量畫的 好 那我們看完這個密湖北站 那我們去天神化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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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球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近東 Welcome to the stadium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inter-orient 下一站清純角 Next station Purity Corner OK 那這裏 都是和Bravo線並行 你看到下面那裏有兩條路軌 那這裏 下面的車當然是走得快一點 不是快一點 快很多 好像快了一倍 因為這兩個站 中間的距離 也不是特別遠 所以 球場線這裏 那個車速 就限了 限了一點 現在距離 那個站都還有400米左右 是吧 很快 不是 快300了 就是好像那些 就是作文呢 有人想按字數 就按多幾個字上去 講講一下 就 到啊 到啊 當然 這些作文的分數 一定不會高 OK 那我們到清純角了 清純角呢 就會以這個紅色淡白色 在黃線後面等候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 好了 整體上 感覺是有點不同的 就是整個站 列車即將開出 這個車 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那它都還有一個特別大的特色 就是 天窗就不算特色 因為NR有不少站都有 剛剛我說到的 袁州湖都有 但是 納鐵比較少 在月台 或者它的車站範圍裡面 是用這鋪 這些紅色的磚 除了車站公園之外 但是那些是戶外的地方 但是室內的地方 就真的少 也是用一個比較闊的月台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裡樓下是 BRAVOL線的 超站路軌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 那清純角有個分別 就是它的大堂 是真的特別闊的 其實不是說特別闊 是叫做那個 集區的定義 就 沒有說夾實 沒有說包圍著整個集區 整個 整個大堂的結構 或者空間 看上去就闊很多 同樣地 廁所和 車站和小室 就放在車站的兩邊 這樣 但是廁所一點點不同 因為我在車站的西面 就是這個位置 我就拿了 那個援充點 就是入站的援充點 這裡 原來車站和小室 和廁所打對加 不要緊 至少在這裏做完 就是這裏做完 的人 突然間喝咖啡 喝得太多 就可以飛去洗手關 那裏 這樣 進用這個空間 我們這裏可以 騰出多些空位 去給別人 去拿那些店舖 對 整體上來講 那清純角 是除了用這個 球場線那個 梅花間竹的 紅白間 就是顏色加白間的 風格之外 其實這裏都比較少用石櫻磚 就是我們之前你見過的幾個站 都是用石磚的 但是這裏就是用石櫻的 對 那因為清純角 我想給大家的感覺 就是好像爸爸的 那樣 那個感覺上好像正一點 對 啊 我們還有兩個站介紹 德沙嶺不介紹 因為德沙嶺在上一集都介紹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葵線谷 葵線谷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球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係近東 Welcome to the stadium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in test orient 下一站葵線谷 Next station Spade Valley 那其實呢 那為什麼說我們不同呢 是 其實中間你見到 那些路軌的分岔路 是比較特別的這個位置 是因為葵線谷那裡 就是除了是 雖然都是bravel線 都是不驚 但是就 那裡有一個叫葵線谷的列車停放處 就給bravel線和球場線的列車停放 不過這次放在地底 因為地形限制的 那我就放在一個站的下面 那裡 就是進行空間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 那這個站 普遍來說 是叫做地面車站 就不是高價了 這個位置 雖然都是用月台閘門 都是的 但是感覺上 其實這個位置 是好像一個地底車站 那樣的 但是它的地面 它還在地面 是這樣 不過它那個大堂 和那個所在 那個道路呢 那個平面 就是那個位置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 因為還是我拿它來做地面站 就是地底站的話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 其實它另一邊的地形 其實真的是地面 那我們當然是有高拿高 那這個就是葵線谷站 不准下雨 葵線谷站的 這個站內公園來的 這個是在集區裡面 給大家休息一下 可以等多幾班車 等朋友之類的活動 那這個站 那這些車站商店 就是側向一邊 就是側向北面這個位置 因為北面就沒有 說特定有很多出口要放 所以我就打算放在 北面這裡排排坐 那這裡都有九個的 差不多都借了出去的了 好啦 那下面的列車停放數後 都不說太多了 因為剛才大家都看到 我入口其實下面都沒有什麼看的 對啦 因為下面只看到一大堆老鬼 這樣 好 那我們就 不經德沙 就是不會停德沙令 就會直到近東的 喔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球長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係近東 Welcome to the stadium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Intex Orient 下一站 德沙令 乘客可以轉成東環線 或Bravo線 Next station Verto Heights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East Ring Line and Bravo Line 好啦 那我們這裡就放回 斜 即是放回彎道過去 其實這兩個站是真的很近的 其實你見到 對面有個隧道入口 那裡就是德沙令站 真的好快的 這個位置 那我們到了 真的快 真的很快 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就 不下車了 我們直到近東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大家如果想看德沙令站的話 就看上一集的介紹 那裡就講得詳細好多 那我們這裡就 不停啦 繼續去 繼續去近東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球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近東 Welcome to the stadium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Intex Orient 好啦 那我們會下隧道的 下一站 近東 乘客可以轉成Bravo線 Next Station Interest Orient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Bravo Line 好啦 那我們又要擺回彎啦 因為接下來呢 跟大家預報定啦 就是近東閘口站呢 就是一個地底站之餘 它是有兩組的月台 就是兩組的倒式月台 但是兩組倒式月台呢 都是在同一層 這樣的話呢 啊 我都知道大家在想什麼了 就是Bravo線轉成這個球場線 那時候呢 可能會麻煩一點點 不過其實是這樣 因為呢 比較少人是 不是說特別多人呢 是會在近東那裡轉車的 即是就算以後呢 球場線和Bravo線再延伸那時候 因為 大家這件事都可以在德沙令座嘛 在比較大型的轉車站那裡做 那個空間回好一點 好 我們到近東閘口站了 就是在這個 就是在中心點以東的20公里 就是 對啦 對啦 我們現在呢 距離半個小時做7分鐘 對啦 那我們說完它 對啦 這個呢 就是用了兩個色系的 一個就是橙色 一個就是黃色 因為我說 其實我之前呢 在近西的時候 近西閘口站那時候呢 其實我都已經定立了一個 指印就是 近東南西北的顏色 東面呢 就會是橙色 再加黃色的 對啦 那大堂呢 就分了兩邊 這個 綠色這條線呢 就是分界點了 你看到我在右上角的小地圖那裡 告訴我這裡就是剩二萬的 即是二萬米 即是二十公里 在這個位 那我們就分了這裡 就是近西和近東 即是近東這邊 對啦 那我們現在就在近東裡面 那我這裡 那我們過了近東外面 對啦 這個位這樣 那大家見到啦 Bravo線就 和球場線 大家可以看回指示板呢 就可以去回相應的月台那裡搭車的啦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這個大致上呢 就是第二季第十六集裡面 所提到的新的車站的內容 對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第二季第十七集呢 基本上是整個第二季裡面 最精彩的集數來的 當然啦 我也不知道怎麼介紹啦 那時候我要組織一下 對啦 那現在第二季第十七集 其實都已經過了一半的啦 不要緊要 因為都還有一段時間才完 那我也還有時間 可以預備怎麼拍片的 對啦 那這個就是第二季第十六集的 車站講解 和行車片段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記得三目門啦朋友 拜拜 好看 來啦 走 遍 快點 站